特別注意 這邊你可能要寫個回圈 回圈的範圍的話 就for i in range 這個range的話 實際上就是什麼 你變成要把這一個串列裡面 它的所影值從0開始 所以如果這邊有10個的話 那就0到9 所以最後一個一定是什麼 總數減1 因為從0開始 Range指的就是它的所影值 幫我把它從0到哪一個呢 它總共有幾個 然後我用LEN 然後把這個scope放到LEN裡面去 這樣就OK了 為什麼LEN算完 假設10個好了 10個那就是0到10 10的話剛好跑到9停下來 剛剛好 所以理論上 一般如果我要把整個 串列理論資料讀取到 這個地方來做轉型的話 那就一個回圈就OK了 再來怎麼轉呢 很簡單 你就是直接怎麼樣 跟它講說我要轉型的那個scope 第幾個 第i一個 轉型的話就這樣 第幾個第i一個 然後幫我轉怎麼轉呢 等於什麼呢 轉型完之後再存回去的意思 所以轉型完怎麼轉呢 加一個int好了 當然如果你擔心有問題的話 你就可以用一個evo好了 因為怕成績裡面有小數點 OK 用evo比較保險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幫我把這個成績一個一個的調過來 然後呢 比如說這個先0對不對 0丟過來之後 轉完本來是96的文字 把它轉型完之後 變成96之後 有沒有 再存到它原來的位置 蓋過去 所以96這個數字呢 就會蓋掉原來的96的文字 OK 所以它一個一個的全部幫你轉完 轉完之後的話 如果確認沒問題 把它print出來看一下 所以最後的話呢 我就直接 把這個啦 這一個好 來 丟到這裡好了 然後我就直接把這個scove print出來 所以如果scove裡面 假設說呢 它裡面 全部都數字 沒有前後單引號的話 那表示應該是轉換成 應該看得懂吧 這個是轉型 OK 執行一下 那可以看到有沒有 本來是像這樣的一個 前後都有單引號 經過它轉換之後的話呢 全部就都變成數字了 那如果變成數字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就簡單了 那也就是說 底下的這些程式 我們剛剛把它註解掉 其實呢 哪一些需要呢 其實 這個空的這個不用啦 輸入這個也不用啦 print其實就到這裡 那也就底下這些 輸入結果一直到 最低分那幾行 把它選起來叫Ctrl-1 那也就是說 執行這幾個就 因為我已經 不是透過人工輸入 而是從外部讀進來 把它全部轉成數字了 也已經變成了一個串列了 所以這個Ctrl裡面放的呢 就不是剛剛人工輸入的 而是外部讀取進來 所以這樣的話應該OK了 那我只要知道說 總共有幾個學生 算一下 他幫我算完 總分平均最高執行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右邊 這邊 我輸入12個 所以上面有12個學生 那總分的話呢 他幫我加總完 926 那平均就是77.33 最高是97 最低是52 應該沒錯啦 OK 好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就完成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啦 那這個地方其實最困難的地方喔 就是要用一個迴圈 幫我把串列裡面的每一個值喔 逐一逐一的取出來 記得喔 所影值一定從0開始喔 不像Excel這麼貼心 Excel一定從1開始 但是喔 程式我覺得有時候比較麻煩 他都從0開始 所以很多同學常常轉不過來 OK 所以0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總長度應該 總共L1N的話是12啦 所以應該是 他這邊的敘述是0 0.12 可是12的話呢 其實編號應該是編到多少 11嘛 所以這個是0 1 2 3 4 這個最後一個是11喔 OK 為什麼 因為從0開始喔 這個要轉得過來 我發現很多人都 老師為什麼他會少一個 常常這樣 其實啦 就是因為從0開始編號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喔 畫面先還給各位喔 所以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是把那個 換回圈的部分喔 然後把它 這個 利用那個猜數字的遊戲喔 把它再深入了解喔 然後再來就是 串列部分 串列很重要 我講過 因為未來 我們在處理那個 數據分析的時候 串列真的太重要 他的角色跟 Excel裡面的那個 表格裡面的欄喔 有沒有 那個清單其實蠻類似 當然不見得是縱向 他可能是橫向 他那個資料補進 你可以把它想像的橫向 反正就是一個一個的空間 那所以呢 我們剛剛再來就是檔案讀取喔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檔案喔 請各位注意 一定要放在 模組同一個路徑底下 如果不是的話 你可能要加上 絕對路徑 OK 應該有吧 加一下絕路徑就OK了喔 但是啦 加絕對路徑的時候 那個反斜線喔 因為那個反斜線對它來說 也是拖曳資源 所以你如果有反斜線有沒有 你可能要加兩個反斜線 如果沒有出錯就算 如果假設有出錯 你可能要給它兩個 不然的話它有的時候 會把它當成是保留資源 而造成錯誤 這個目前應該沒看到 那這一段程式嘛 其實雲端上也有 所以如果你要參考的話 可以看一下這邊 這個 迴圈轉換成那個 有沒有 將 自串有沒有 轉換成整數啦 一樣用Evo OK 底下都一模一樣 好